神秘的大餐 可惡 还剩最后一条彩虹了 水晶纲要是回到超市城 一定会坏了我的好事 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可是超市城的救星 阿公 从今天起 你就是超市城的代表 喂喂 你们搞错没有 我才是代表 我还要当市长 哦 哦 不 这是为什么 要让大家都听我的 就绝不能让超市城变回原呀 呃 什么东西 好香啊 吃的 好吃的 哎呦 自从离开超市城 就没吃上一顿好饭 哈哈 老天爷还真是爱我的 嘿嘿 啊 是水晶纲 他又来洗澡了 这么多好吃的 笨瓜们该谢谢我 我水晶纲可不随便送人礼物哦 呃 原来是送给呆过一家的 哼 竟然没我的份 我恨你 你早起咯 洗完澡就有第六条彩虹了 嘿嘿 有了 水晶纲你慢慢洗 一会儿我也送个礼物给你 嘿嘿 再见 加油 谢谢你 再见 加油 谢谢你 谢谢你 再见 再见 好 接下来就去最后一个水域 暖暖温泉 不知道温泉那边又会遇到什么麻烦呢 哼 反正肯定是你们超市成人惹的麻烦 说不定有争气怪物 啊哼 又是怪物啊 小妹 不如我们先开个会讨论一下 保险计 什么 又开会 傻大哈 你真是婆婆妈妈 大人们就会吵来吵去 真幼稚 笑皮 干嘛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大礼物 祝贺你们找到了彩虹 大礼物 你怎么这么好心 我才不信呢 是真的 不信你跟我过来看 来来来 在这边 离开家后都没看到过这么多好吃的了 微微饼干 我最喜欢吃的微微饼干也不会是在做梦吧 好疼 我证明这不是做梦 水桶湾 你是不是在饼干里试了坏魔法 小皮 你这是想到哪里去了 坏蛋都会这么做 漫画里都是这样的 你可骗不了我 我可是英雄小皮 小英雄 我是你的好朋友 怎么会害你呢 不信我先吃 好吃好吃 世界第一 我也要吃 好吃好吃 世界第一 能量加满 哈哈哈哈 回味饼干 刚才多吃几口就好了 不行 办正事要紧 小鱼上钩了 嘿嘿 小英雄 慢慢吃 别噎着 谁懂歪叔叔 谢谢你 我小皮英雄宣布 你不是坏蛋 你现在是好蛋了 小英雄过奖了 来来来 我来帮你收拾 哇 还有老爸最爱的红烧翅膀 我要叫老爸和姑姑一起来吃 哎呀 小英雄真孝顺 快去快去吧 小呆瓜 都是你的鬼点子 坏了我几次好事 这回让你吃吃苦头 水金刚那么讨厌垃圾 看到这些 一定不会放过大爱管一家 嘿嘿 这下有好戏看了 老爸 姑姑 快看快看 这些特殊师傅 我爱叔叔送的 啊 亲爱的朋友们 为了庆祝你们找到彩虹 我准备了美食 请尽情享用 哇 要用红烧翅膀 哇 这个花花的是什么 好香好漂亮 姑姑 你连蛋糕都没有吃过呀 红烧翅膀 我喜欢吃 我喜欢吃 蛋糕 这就是传说中的蛋糕 我感到是在做梦吗 好想尝一口 想吃就吃 不要客气 不对 森林里 你怎么弄到这些吃的 完全不符合常识吗 这个 只要有心 就 就可以了 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成功 所以 早就开始准备了 老爸 姑姑放心 我小皮吃过了 你们没有坏魔法哦 乖乖乖皮皮说的话 一定没有错 哇 原来蛋糕就是这个味儿 软软的甜甜的 这就是爱的味道 哇 果然 这就是我日四夜想的红烧翅膀啊 红烧翅膀啊 还是我的唯一饼干最好吃 吃 吃吧 吃吧 等水晶刚发现了垃圾 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水晶刚怎么还不出来 水桶外叔叔 你是不是也饿了呀 一起来吃吧 不不不 我不饿 水桶外 你这么辛苦 这么好吃 别客气了 嗯 是啊 饿了就吃 别婆婆妈妈的 不不不不 水桶外叔叔 我们不是朋友吗 啊 要一起吃苦 也要一起吃甜 乖乖皮皮说得好 一起吃苦 一起吃甜 一起亲亲 亲亲就算了 太感人了 我突然感觉到家的温暖 那我就不客气了 啊 海城海城 我超市城代表的口味 可是很挑剔的 水桶外 大胖子你怎么这么讨厌 把东西全吃光了 是你们邀请我吃的 又不是我故意的 出什么事了 来的真是喜好 是水晶刚 水晶刚 你快看 我们找到彩虹了 最后一条彩虹也不成问题 你放心 打奔惯 做了坏事 还好意思说什么功了 老爸 是不是我们没有邀请水晶刚一起吃饭 他生气了 有可能 幸好我这里还有半个鸡翅 水大人 到底出什么事了 还装作 你们吃完东西 把垃圾扔进大壶 干净的大壶差点又被你们弄脏了 是儿子最爱吃的没味超人饼干呢 难道是乖个皮 胡说 我才没扔垃圾呢 你们超市城来的人 永远都改不了乱扔垃圾的坏习惯 水龙蛋 不是我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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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请呆管 怎么逗得过我这个强盗中的诸葛亮呢 水大人 你没事吧 都怪你们扔的垃圾 害我刚恢复的能量又消耗了一半 我们需要找彩虹的才不会扔垃圾呢 你们不用去找彩虹了 我永远不会帮你们了 刚才水晶刚说什么 他 他说永远不帮我们了 我们的努力都白费了 那那那那 抽屈成怎么办 怎么办